尊敬的各位法师 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学习 普贤菩萨十大愿亡 前面学习到 请转法轮 请佛注释 第六第七 两条行愿 实际上 普贤菩萨的行愿 前面 这七种 重点 都为我们说出来了 后面还有三条行愿 这三条行愿 都是回向 什么叫回向呢 我们现在学佛的同修 诵经念佛 做功德之后 都会念个回向祭 愿以此功德 壮严佛净土 这一类的回向祭 有人问 有人问回向是什么意思 回就是回转 向就是去向 回转去向 我们想要的 我们想要的果报 想要达到的 那个目标 回字向他 回影向果 回小向大 这是回向的 这是回向的 内涵 这样说呢 很专业 很多初学的朋友 可能不太理解 我们 直接了当 通俗的讲 回向 回向的意思 就是把我们前面听明白的这些道理 方法 用到当下的生活中 也就是说 回向 它是一种实际 是实实在在的生活行为 前面这几种行愿 说到这里 接下来 落实在这样三个地方 所以叫三种回向 八者 长水佛学 这叫回向菩提 菩提 是觉悟的意思 我们现在讲学佛 学什么呢 就是学习觉悟 佛 不是一个固定的人 也不仅仅是一尊树像 他更不是神话中的人物 佛是什么意思 觉悟就叫佛 那我们学佛 学什么呢 学习觉悟 这一点 始终不能忘记 现在我们很多同修 以为来学佛 学什么呢 学一些宗教仪归 学一些法会活动 以为这叫学佛 这是学佛的样子 真正的学佛是什么呢 真正的学佛 就是不断的觉悟 所以叫长水佛学 长水佛学 就是随 觉悟而学 周围 这是我们学佛 唯一的标准 学佛学什么呢 学觉悟 什么叫觉悟呢 不迷 不糊涂 不烦恼 叫觉悟 不迷 不糊涂 我们听听 还有点自以为是 怎么自以为是呢 我也不迷啊 我也不糊涂呢 那他才迷呢 我看他是最糊涂的 所以 再补充一句 不烦恼 什么叫觉悟呢 不烦恼 叫觉悟 天天抱着经本 依然看人不顺眼 依然为了一点小事情 斤斤计较 这不叫学佛 那叫什么 那叫读佛 哪怕经典会背 会讲 但不能够令自己的心形觉悟 这依然不是学佛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 学佛其实没那么复杂 很多人以为说 学佛很复杂 我现在很忙 我没事见学佛 他以为学佛了 要学很多宗教仪式 要读大量的经典 要做没完没了的功课 以为这叫学佛 所以他不敢学 也没错 这一种学法 很多人都不敢学 正常的 但真正的佛法 并没有强制性 要求我们这么做 佛法只是启发我们 让我们在生活中 觉悟而已 因此 真正学习佛法 不是越学越累 而是越学越轻松 越学越轻松 不是越学越没事情做 而是越学做事情 越自在 这是真正学佛 不是说学了佛 师父讲了 什么都要放下 什么都不要做了 这理解是极端的 学了佛 不是什么都放下 而是把执着放下 把内心的妄想 烦恼 执着放下 除此之外 生活的一切 依然造就 你不需要改变 自己的工作 也不需要换一种方式 过生活 只需要换一种心态 就可以了 有时间 可以大量的读经 没时间 明白一个道理 用在生活中 这也是完整的佛法 诸位 完整的佛法 不是你把大藏经都学完 叫完整 完整的佛法 就是新觉悟 新觉悟 就是完整的佛法 迷而不觉 给你一套大藏经 十套大藏经 天天在那边研究 事实上 跟佛法 并无太大关联 佛法不是文字 文字是用来解释佛法的 这一点 大家要认识清楚 古来的主事大德 唯恐我们误解 所以用这样一个比喻 今天晚上有月亮 手指一下 那月亮在那里 标月指 如果我们误以为 师父把手指伸出来 让我们看他的手指 手指很漂亮 十指还是中指 我们在研究 我们在研究这个手指 还要量一下 这手指有多长 这个手指 是属于什么类型 我们在这个地方 做文章 写论文 拿学位 最后开研讨会 以为得出结论 这个手指 是食指 它是什么类型 这跟月亮 一点关系都没有 手指伸出来 唯一的用意 就是告诉你 月亮在那里 佛所说的一切经 唯一的用意 就是告诉我们 心性要觉悟 觉悟之心 就好比浩月当空 所以我们得认识到 学习佛法的重点 现在很多人 对佛法误解 也包括学佛同修 也为我天天抱着经本 就叫学佛了 而生活当中 丝毫不得受用 心形未曾改变 烦恼未曾减少 充其量 在佛法中 结个善缘 难得真实受用啊 冤枉 怎么说冤枉呢 好比我们生了病 医生把药房开好 药也给我们抓好 我们回家还在喊 病苦啊 烦恼啊 为什么不吃药 来个人 我们就跟他们介绍 你看我有这个病 而且药也给他展示出来看 医生给我开了这个药 我告诉你 都是什么什么什么 别人问你 病没好 没好 我很苦 我很烦恼 明眼人就说 那你为什么不吃药呢 我吃啊 我天天在研究啊 我都分辨得很清楚啊 这些药 不是让我们去研究 不是让我们去分析的 是让我们吃的 佛所说的法 就是让我们心性觉悟的 并非让我们在里面玩弄文字游戏 所以能明白一点点 启发心性 减除烦恼 当下就得受用 这是菩提啊 学佛 就是学菩提 菩提就是觉悟 佛菩提 常水佛学 我们学习 如果有一个榜样 就好遵循 这榜样是谁呢 普贤菩萨 他给我们举了个例子 如此 说破世界 毕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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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来 从初发心 勇猛 精进 以不可说 不可说 生命 而为布施 举了这个例子 我们说破世界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我们殿堂里面 一般供奉的 就是本师 释迦牟尼佛 这是印化身佛 法身呢 就叫 毕鲁 遮纳 如来 就是释迦牟尼佛的法身啊 毕鲁 遮纳 如来 什么时候开始修行 开始学佛呢 就像我们现在 一个凡人 开始接触佛法 准备学佛 什么时候呢 时间太久远了 无法以年月日时 去计算 所以时间就不说了 一定要说 那就是不可说 不可说节之间 说不是白说吗 又是不可说 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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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白说 不可说 是个数目字 周围 这是古印度 最大的数目字 叫不可说 不可说 两个不可说 是数目字的终极计算 不是随便讲的 前面可以统计出来 有多少零的 零统计出来 我们也没有办法 把他具体的推算出来 太久远 太久远了 所以直接用不可说 不可说 九远节之前 就发心 学佛修行 他怎么学的呢 普贤 普贤 这样介绍 一开始学佛 周围 注意了 开始学佛 是从这里做起 以不可说 以不可说 不可说 生命 而为不失 舍生命 这一说 很多人就吓坏了 要命 学佛要命 什么意思呢 放下自我 觉悟的开始 就从这里算起 周围 什么叫觉悟呢 忽然有一天 认识到 原来 我们痛苦的根源 是自我观念 过强的缘故 现在我们可能还想不通 怎么会呢 我的烦恼 都是某某人给我的 我们时常会找这样的理由 那好 某某人死掉了 你为什么还烦呢 他死归他死 反正我还是烦 我们也舍不清楚 人死了 事情过去了 什么年月都记不清楚了 想起来还烦 为的是什么呢 执着 并非是别人 给我们造成这个烦恼 是我们那一念 执着和计较的心 放不下 所以才会痛苦 烦恼 忽然有一天 认识到这个真相 开始觉悟了 这才算正是学佛 觉悟了 在此之前呢 虽然不叫学佛 但是也离佛很近 那是什么状况呢 那叫抱佛 我们现在有个话 叫临时抱佛教 以为抱着佛的相了 这就叫学佛了 事实上 真正的学佛 就是从认清自我开始的 认识到这个真相之后 接下来怎么做呢 舍 内 舍那个坚固的 自以为是的执着 外呢 为一切有缘众生 牺牲奉献 这叫舍生命 而为不失 就是身家性命 现在全部拼上了 舍了 后面还这么介绍 剥皮为指 膝骨为笔 赤血为墨 书写经典 这简直是恐怖片 一般人哪里能想象得到 皮剥了 做纸 骨头抽出来 削成笔 把自己的血管吃破 做墨汁 书写经典 这太残忍了吧 我们得善于理解 这个用意 什么用意啊 佛法 融入到自己的骨髓当中 自己身上的 每一个细胞 每一个寒毛 都是佛法具体的展现 是这个意思啊 一个人开心的时候 开心得不得了的时候 浑身都在笑 身上的每一块肌肉 都在感动 都充满喜悦 我们会这么形容 什么意思呢 他太高兴了 高兴得忘记 还有这个身体了 同样的 真正觉悟的众生 忽然认识到 自己的生命 原来是那么完整 与一切众生 从来没有隔阂 他那一种 同体的感觉 产生了 使了生命 就像什么 就像父母为儿女 舍了命也愿意 这个话常说 但孝顺的儿女 当然不会让父母舍生命 这说的是一种 感同身受的经历 一个觉悟的修行人 认识到这一点 他为众生所做的事情 将不再分彼此 举这个例子 我们的本师 释迦牟尼佛 一路走来 都是这么做的 过去生中 或许我们不知道 经典我们读的也不多 没关系 听听这一世吧 西达多太子 舍弃王位 一生 从事 教化众生的 义务工作 这难道不是 舍生命 牺牲奉献吗 学佛 从哪里学起呢 从这个地方学起 如是一切 难行 苦行 我皆 谁学 这是普贤 菩萨 所说的 什么叫尝随 佛学呢 佛怎么做 我就怎么学 有人会担心 这样我会吃亏哦 别担心 不会吃亏 你看 西达多太子 舍弃王位了 他有没有吃亏啊 当时很多人会认为 哇 国王不做 多可惜啊 但放在时空的 大格局中 大家再看看 他觉悟了 他找到人生 终极的幸福 他为人类 做出不朽的贡献 假如 西达多太子 当时没出家 做了国王 说的厉害一点吧 他把印度统一了 是印度最伟大的王 请问各位朋友 我们今天有谁知道 印度有几个厉害的国王 他跟我们又有什么 关系 恐怕我们不太感兴趣 但是 伟大的佛陀 对全人类 一切生命的启发 每个接触到的人 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 这个影响 还将继续 这个贡献 哪里是一个国王 能够相提并论呢 这个成就 哪里是一个世俗的统治者 所能够契机的 这才叫大格局 这是人生最高的追求 他有吃亏吗 一般人看到的吃亏 就是 他那个皇上的宝座 不要了 他那个漂亮的太子妃 不在一起生活了 拥戴他的这些万民 被他抛弃了 他认为 这就叫吃亏了 这一般人讲 所谓吃亏捡便宜 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 这是格局很小 才会这么认为 真正有追求的人 应当去关注 人生的终极价值 而不应该 为眼前这么一点 迎头小力 去计较 希达多太子 这么做 这在表演给我们看 学佛从哪里学起呢 从放下执着学起 如是一切 我皆谁学 释放一切祝福 无一不是这么做 那有人说了 那是这样都放弃了 放弃追求了 人还有什么动力啊 听清楚啊 这话就怕听一半 是放下执着 放下我们心中的执着 因为执着 才是烦恼的根源 你能想象吗 希达多太子 他肯定有能力 把国家管理好 他也可以做狗啊 做又不做 对他来说 实际上不是最重要 最重要的是 他要做这一番世界 表演给众生看 他要过一种 最洒脱 最自在 而内心 最充实 最幸福的生活 事实证明 他是有远见的 他如果做了国王 经典记载 这个加辟 罗魏国 就是他这个国家 在佛陀 还没有入涅槃之前 就被另外一个国家 消灭了 在我们这个 人类复杂的局面中 国家的战争 是很平常的事情 哪个叫强大 没有最强大 只有更强大 人类对于权力的 这一种欲望 从来都没有修习过 试图从中获得幸福 只不过是一场梦幻泡影 而西达多太子 做的这个表演 就是告诉世人 幸福可以不用那么累的 去追求 我们可以直接回过头来 感受内心的相和 真正的幸福 在当下 还有人问 怎样才能快乐 我很烦 想快乐吗 很简单 发自内心的去付出 一定会快乐 但说清楚 发自内心的去付出 你看 那个母亲为孩子 任劳任月 去付出 还是哪怕 不成器 但多少懂得 有一点点回报 这母亲啊 就心安理得 母亲是个凡人 而真正 真正无所求付出的人 是个觉悟的人 有些做义工的同修会想 我这样付出了 谁给我回报 没有谁会给我们回报 我们付出的当下 就是回报 为什么呢 欢喜的付出 无所求的付出 人会忽然发现 自身的价值 活着就应该这样 有能力的人来到世间 思维世间创造价值 这种人 叫有价值的人 另外一种人呢 是来世间消耗价值 那一种人 就是属于耗材 消耗产品 更多的人 愿意做这种消费产品 不断的索取 不断的祈求 不断的等待 里面产生的是 一个又一个的烦恼 欲望和痛苦 而不断付出的人 他的受用很少 但他的价值非常充实 他的内心从来不会空虚 菩萨是这样一群人 我们要学的 正是这样的佛法 那不行 我如果付出多了 就会被骗 没关系 找几个可靠的人去付出 我给大家推荐几个可靠的人 你放心的去付出 会付出的很欢喜 哪几个人呢 一个叫老爸 一个叫老妈 你去对他们放心的付出啊 去试试看 无所求 那老爸老妈都不在了呢 那你随便拉一个老人 把他当老妈也可以的 我信不过 那找家里面自己信得过的 找朋友中自己知心的 都可以 反正你先去尝试 尝试去付出 欢喜去付出 以前讲夫妻啊 是这种义务的关系 现在也不行了 我放心 结婚的时候就准备好离婚 该怎么办 留一手 果不其然 没过多久 离婚了 为什么 在计划之中 肯定要离的 要不然 那计划不是落空吗 你已经这么假设了 你这个假设放在心中 实际上呢 你已经把这个路铺好了 以前 你看我们中国历史上 几千年的传统 很少听说有离婚这样的事情 在社会上 在民间 哪个女孩子 被先生修掉了 这很没面子的事情 虽然现在有人说 那封建 那个男女不平等 事实上 他有一定的道理 在其中 毕竟他伪系了家庭的恒目 我们可以稍微 根据今天这个时代 修改一下 但是不能完全否定 诸位 如果完全否定 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我们这群人 都是坏人的子弟呀 我们的祖先的行为 怎么可以否认呢 他们如果这样做不对 很离谱 那我们今天算什么呢 我们会比他们很厉害吗 所以看待问题 不能那么极端 那再看看我们今天 今天的这种夫妻关系 婚姻的结合 很幸福吗 白头偕老 已经是电视剧里面 出现的剧情了 在生活中 很少很少看到了 偶尔看到 也是白头的 不是年岁很大 而是气败了头 哪里有以前那种 家和万事新的感觉 我们国家 有关数据公布出来 离婚率逐年攀升 比那个什么GDP的增长 要快得多 什么意思 大家赚的钱 还没有离婚分手得多 是这个意思 幸福 只有所谓的情感刺激而已 没有那一种传统生活中的幸福感 为什么 不信任 谁都不愿意纯粹的付出 所以怎么可能有幸福感 幸福感从哪里来 从纯粹的付出中得来的 先生信不过太太 太信不过先生 两个人互相猜忌 于是呢 这个家教就传下去了 孩子很小的时候 就做好准备 我将来长大了 得多留一手 老爸老妈 谁也都靠不住的 不知道离婚的时候 我会判给谁 还是自己做准备吧 家教传下去了 无形的影响 孩子长大 如出一辙 也会演这幅好戏 而且还会演得很精彩 现在的影视作品 都在这样宣导 社会都在这么表演 于是有人说 这个时代 是没有伦理的时代 这也不夸张 佛法告诉我们 幸福源自于内心 从来不在外面 当我们内心 对人充满信任 欢喜付出的时候 那一种喜悦感 就流露出来 真是这样的 无所求 试一下看看 刚才推荐了几个 老爸老爸 爷爷奶奶 先生太太 为什么没有提儿女呢 儿女大家都会了 现在做父母的 不是把全部心血 像堵住一样 都压在儿女身上吗 先生在想 这老婆靠不住 还是孩子靠得住 老婆也在想 这老公靠不住 还是女儿靠得住 全部堵住都压上去了 慢慢发现 孩子长大 这孩子怎么越来越像他爸 那女儿怎么越来越像他妈 肯定的吗 你的工厂出产的 不像你这个 你这个工厂的这个模式 像谁呢 模型就是你自己嘛 投资 选择错误 我们最应该信任和付出的人 是在自己水平线 往上面去的 首先是长辈 然后夫妻 那么对于儿女呢 重在引导 父母亲对于儿女 最大的责任就是引导 给她良好的教育 让她懂得做人 让她自强自立 自尊自重 顶天立地 好了 你将来 不要留一分钱给她 她会感谢你 什么缘故呢 你交给她赚钱的本领 你交给她在社会上 打天下的本领 否则 你这些没教她 留一大笔钱 她这些钱花光了 她恨你 为什么呢 你给她一笔钱 买了一个坟墓 把她送进了 人生的坟墓啊 她的奋斗能力 她的意志力 她的上进心 积极性 完全被你这一笔钱买走了 现在她还认识不到 但有一天认识到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所以我们传统家庭教育 为什么重视 对孩子 这种思想 行为习惯的引导 这是无价之宝啊 你说花多少钱 能买到这些 而我们现在很多父母 却把最不重要的钱 留给孩子 最重要的教育 试图用金钱去代替 没办法代替 但是顺便说一下 回过来 我们应该回馈长辈 回馈在生命中 对我们有恩之人 信任啊 纯粹的去付出 我们会从中收获满满的幸福 这常随佛学啊 从这里学起啊 佛这么做 然后再推广 推广就先免谈啊 假如我们对身边这些最值得信任 最应该付出的人都不愿意付出 你说会给火星人付出 给外国人付出 给大街上陌生人付出 显得有些不切实际了 懂得在自己 伦理范围之内付出 那么自己的家庭一定是幸福的 学佛从这里开始 然后再推广出去 来到寺院 自然而然就有这种习惯 真是这样 常随佛学 佛的发心 佛的智慧 佛的功德 我们无法在一时之间全部学完 所以从这里学起 这是开头啊 要不断学 叫常随佛学 作为学佛不是一种信仰而已啊 学佛就是要不断学习 天天学 要把这一种觉悟的习惯 用在生活中 这叫回向菩提 慢慢的就觉悟了 学佛的学佛 学佛在生活中 烦恼清 智慧砸 法系统慢 越学越自在 第九 恒顺众生 这一条叫回向众生 恒 是永恒 恒常不变 一直这样 那是什么呢 那是心 心 永恒这样 不变 这叫真心 顺呢 就是随顺 恒常随顺 随顺谁呢 一切众生 普贤菩萨 这样介绍 这个宇宙中的所有众生 不管是 什么种类的 什么样的心性 什么样的知见 用什么样的方式出生 所谓胎卵石化 种种不同的生命 一切生命 我皆随顺 没有选择 一切随顺 有人听到就不理解了 坏的也要随顺吗 先别着急 菩萨 菩萨 有教我们 怎么随顺 于诸病苦 为作良意 于 暗夜中 为作光明 与失道者 是其正路 与贫穷者 另得 保障 什么意思 引导 对于病苦 这提供医药帮助 这个病苦 讲的就是心中的烦恼 给予医药帮助 这以佛法妙药 加以引导 于暗夜中 为作光明 众生在无明烦恼 暗夜中行走 到处碰壁 甚至有可能堕落陷阱 拿个手电筒 给他照一照 手电筒是什么 佛法的光明 本来我一直在这个死活动里面绕缺 烦得不得了 一到光景 那边还有出路 这是方便引导 有人在人生旅途上迷失自己 不知道为什么活着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烦 活不下去了 是其正路 给他指示一条 有价值的人生方向 不至于醉身梦死 与贫穷者 另得复杂 贫穷 有两种 一种是物质生活的贫穷 这种贫穷 大家都很重视 都在用种种方式去改变 不要那么穷 但是 我们忽略内心的贫穷 内心的贫穷 才真苦 内心贫穷 心里没有价值 没有内涵 空虚 浮躁 烦恼 这才真的苦 令得复杂 什么意思 帮他开写 心性本有的美德 菩萨如是 随顺众生 随顺一切众生 就是以种种方便 引导众生 破迷开悟 离苦得乐 所以 学 普贤行乐 最大的好处 诸位 就是人的心胸 会一下子打开 从此 不再排斥任何一个生命 他叫我们暴容 包容一切 对一切众生 尝试着去随顺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菩萨如是随顺众生 为什么要这样 若诸菩萨 随顺众生 这为随顺供养如来 这是华言经上 最核心的教会了 也是整个佛法 最关键的精神了 什么意思呢 大家学佛 大家拜佛 都以为佛最重要 但是 在觉悟的这些圣者看来 众生才重要 若诸菩萨 随顺众生 就是随顺供养住佛 我举个例子吧 说得明白一点 就是把大家引导好 照顾好 让大家开心 比让大殿里面的佛开心 更重要 这个才是佛法 最实在的精神 哪里有迷信 哪里会落伍呢 一个国家最高 最理想的执政理念 恐怕也无法超越这个境界 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目标 也无法超越这个水平 祝佛菩萨 以一切众生 为服务的全部对象 教菩萨 你看怎么教的 菩萨服务的对象 不是佛 而应该是一切众生 众生即是佛 令诸众生欢喜 即令诸佛欢喜 什么原因呢 因于众生而且大悲 因于大悲生菩提心 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事故 若无众生 假如没有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 无上正觉 这个话说到底了 什么意思呢 因为有众生 菩萨才生起慈悲心 因为生慈悲心 才求觉悟 因为求觉悟 最终成佛 所以 那个起因源自于众生 如果没有众生这个缘 一切菩萨将不能成佛 成佛有什么用 对众生无所利益 后面说了个比喻 譬如旷野杀器之中 有大树 在一个沙漠隔壁滩里面 有一棵大树 这个树躲久了不去管它 这个树根下面很深 枝叶花果非常繁茂 现在的问题是 如何让枝叶花果永远繁茂下去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去维护啊 怎么维护呢 应该在树根上浇水灌溉 因为这是沙漠 不能缺水 一切众生 以为树根 祝福菩萨而为花果 若诸菩萨以大悲水 饶意众生 只能成就 祝福菩萨智慧花果 事故 菩提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终不能成 无上正觉 这道理就很简单了 树根是众生 诸佛菩萨 那个觉悟 最终的成就 是花果 应当以大慈悲心 去滋润 众生这个树根 诸佛菩萨 智慧花果 才得以繁茫 这个比喻 其实是很好懂的 诸佛菩萨跟众生是一体的 树是一个整体 我们现在学佛 处在什么样一个位置 就是我们现在是属于 这一棵树的主人 我们想让这棵树繁茫 得怎么做呢 你不要眼睁睁看着花果好看 你得树根上浇水施肥 树根是谁呢 即是一切众生 这是华言经 最核心 最精彩的教会了 也是整个佛法 最圆满的内容 很多人以为 佛法就是一些玄妙的道理 一些古板的宗教仪式 他或许没有听过 这样核心的价值观 放在任何一个时代 都绝不落伍 那么真正学佛了 我们明了之后 既然说这么明白了 该从哪里做起呢 从众生这边做起 那我求成佛呢 没错 佛就是从众生中求 若令众生生欢喜者 则令如来欢喜 反过来 若令众生生烦恼者 这不是令祝佛烦恼吗 当然佛不会烦恼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没有体会到佛心 佛心者大慈悲是 祝佛如来 以大慈悲心而为体股 好了 讲到这里 恒顺 就不用多解释了 树根 你说怎么办 树根那么脏 不脏能叫树根吗 越脏营养越好 就好比作为儿女 谁是我们的根呢 父母是根 网上面爷爷奶奶是根 祖宗是根 父母亲老了 不中用 像机器一样 故障频繁了 但是我们最初的记忆 是从这台机器上学的 我们的根在这里 如果我们想 职业花果繁茂 依然要继续关注树根 不能因为他老 他旧 他脏 而嫌弃他 一切众生 是发心行菩萨道的修行人 根本主宰 所以真正发心来学佛 所谓上求佛道 佛道从哪里求啊 在上面吗 从下化众生中 去求 多少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人生的价值观 会忽然出现 价值在哪里 价值在树根这里 从历史的角度看 历史总会记住 对人类有贡献的人 这个话常听说 对哪些人有贡献的人 会被人记住呢 对普通民众 有贡献的人 会永远被人类记住 不是勾勾在上的人 被人记住啊 所以菩萨是什么人啊 菩萨就是这样一群人 我们要学菩萨 学什么呢 就是学这样一种人生定位 先给自己的人生定位 接下来 我的人生应当是这样 要让我的人生价值最大化 有人说的 我是要利益最大化 利益在里面呢 真能这样 名利双收 真是不可思议 有谁能想象 当初的交易录 那么做 会被后人看为典范 你说这不是名声远播吗 他当时也没有宣传 也没有广告 这是离我们近的 而诸佛菩萨 他有刻意去宣扬吗 没有 为什么大家 有事情都去找 观世音菩萨呢 听说他能帮忙 真的假的不论 我需要先找找他 这说明民众需要 恒顺众生 正是让我们 用这样一种心 与一切众生相处 所以佛门里面呢 才会 用一种包容的心 接纳 形形色色的人 乃至于 不是人的 其他物种 一般社会大众 有时候会不理解 这个人 坏人 师父怎么也放他进来呢 我不是说 今天大家来的是坏人 今天来的 绝对是好人 偶尔有个坏人来 他也会装好人 到这里来 装好人 装一天 装两天 装一年 他忘记是坏人了 他成了好人了 佛法不是要挑剔 要选择 而是要引导 禅宗 有这样一则小公案 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禅堂里面 大家都在坐香参禅 忽然有一天 一个师父说 我钱包丢了 有没有人知道 大家都不做成 常常不准讲话的 打相板哦 出去向老和尚反应 老和尚说 我知道了 这事情就这样了 没下文了 过了几天啊 另外一个师父说 我什么东西也丢了 去找老和尚汇报 老和尚说 我也知道了 又过几天 又有人丢东西了 大家开始起哄了 不行 再找老和尚去拼拼理 收 找出来是谁 最后啊 老和尚看大家 心安不下来 让大家稍见一下 说你们 不用着急 有什么话可以说 大家说啊 今天得把那个 偷东西的人 揪出来 肯定在我们之中 如果不把他揪出来 我们就走 不在这里修行了 老和尚很平静 笑了笑 跟大家说 这样的话 你们可以走了 那个偷东西的人 可以留下 哪有这样道理啊 我们修行的人 把我们赶走 不是我要赶 你们要走啊 你们可以走 为什么呢 你们走 我放心 因为你们出去 不会偷东西 那个还会偷东西的人 绝不能放他走 他在这里偷东西 佛会包容他 他出去偷东西 人会打死他 这话说完 偷东西的那个师父 惭愧的地下头 这是什么力量 慈悲的力量 横顺众生的方便 大家要善于学习啊 你可不要听到 哇 这个师父可能也是这样 明天来偷东西 师父可能很慈悲 但是有些人就不慈悲他 好在呢 这是一个特殊的案例 他所诠释的 就是刚才所说的 觉悟的圣者 他是以无尽的慈悲 和不可思议的善巧方便 在随顺众生 佛性的同时 给予引导 所以很多人说 佛门里面 怎么也有这样的人啊 有这样的人奇怪吗 佛门没有排斥任何人 你不也在佛门吗 我们曾经也未必好到哪里去 不过现在感觉良好而已 事实上 以圣人的标准 看我们 我们又算得了什么呢 五十步 笑百步而已 何不回过头来 包容一些 那些 欲缘不善 心性迷惑的众生 以种种方便 给予引导 横顺众生 实际上 这是教我们 把学到的佛法道理 用在为人处事之中 什么是修行 这就是大修行 你说刚才那个禅师 他有没有神通啊 这不是大神通啊 三言两语 把一个盗贼的心 给拿来了 这不是大智慧吗 不用报警 不用破案 他自己出来了 所以佛法中所讲的 慈悲智慧 神通方便 都叫不可思议 什么意思 你想不到 他居然这么轻松 最终把这事情滑溪了 哪里需要大动干戈呢 最后普接回向 普接回向 普 平等 普遍 皆没有选择 我所修的功德 我的发心 我的所作所为 只有一个目标 什么目标呢 令诸众生 常得安乐 无读病苦 若诸众生 因其极极诸恶业乎 所感一切极重苦果 我皆待受 什么样的心 菩萨说了 一切众生 不小心犯了错 造了恶意 别怕 我来承担 这是普贤 菩萨的愿 父母对儿女 不过如此 菩萨对一切众生 却平等 无耻 什么叫大碍 这正是人间彻底的大碍 这叫普接回向 前面所学的 是从李静 到后面的 横顺众生 统统用在 对一切众生上 成就圆满功德 这是普贤 大使之德 我们简单学习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